歡迎大家收聽 星期一的同理講電影 今個星期發生了什麼 為什麼我現在情緒這麼高漲 因為剛才錄了半小時 因為器材上的系統吃了糞便 沒有了 那我就不說那麼多了 因為剛才已經說到我自己想打人 因為沒有了 沒了東西 不斷輕輕提 今個星期就是晚上政府實行了一些東西 就叫大家玩晚一點 沒的就叫些買燒賣給他吃 20元4粒很划算 大家聽了就算了 只有笑子 之後有人評反 說20元4粒是數量少 不過燒賣是牛龜五拿大粒 抵消一粒就頂你兩三粒 其實20元4粒的啦 不知道大家會否認同這件事 人生又無常啦 最近大家都習慣了香港那種窮的生活 很多香港人以前很拉有錢很風光 現在窮起來 有樓也好 沒有樓也好 有樓也好 吃著市場去風光人 就開始都... 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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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賺了幾萬元 然後呢 就... 就... 就去吃個移植拌飯 然後又去回個... 股票市場裡面呢 又賺過 每天都如是 就... 生活就美滿的 那... 打工呢 那些人就賺到錢就鬆手的 現在呢 就很多... 百業蕭條啊 行行都賺不到什麼錢 那... 嗯... 現在在香港生活呢 就... 水深火熱了 哈哈 之前有這麼說 現在就... 移民潮啦 現在呢 就... 北上消費啦 嗯... 嘖... 即是... 香港這個地方就... 即是... 一沉白柴啦 那... 政府想救的時候 都... 很難救啊 其實都真的不是說 他啦 是不是先 即是之前好地地 那時候 你又... 不覺得是好地地 是不是先 即是... 一個朝代的轉換呢 是... 另一個朝代開始 是要去建立的 那... 那... 即是... 死靜種呢 當然是... 即是... 反清復命啦 那... 嘖... 沒事的 經過一大... 代改變呢 那... 整個世界就... 即是... 那一堆人... 即是... 含冤呢 就... 而終呢 就... 就... 那... 那... 死了 那就... 即是... 即是... 下一代怎麼說的 下一代都是... 不明白的 因為他沒有被人... 強姦過嘛 那就... 沒事的 那... 可能呢 即是... 在下一個朝代 會不會有這些轉變呢 就沒有人知道了 那... 我們這代呢 就經歷了一個 比較大小小的 一個轉變 不要緊要啦 那... 都是人生的一些經驗來的 那... 那... 希望就得到這個... 這樣的東西呢 就... 令到大家更加成熟啦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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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就沒什麼恐怖的 我不覺得有什麼恐怖的 樣子就怪異一點點 其實大家走過看見 神經病都差不多樣子 就好像身邊的女士 不化妝或者睡幾天 都差不多樣子 這樣 這些說完就被人打 不要緊 我被人打慣了 沒所謂的 大家討厭我都OK 因為只有幾天聽我 不怕說這些壞事 就算我罵政府 都覺得幾天聽就算 都不會改變什麼 說回到 電梯遊戲 說什麼都市傳說 其實韓國和日本都拍過類似的電影 我覺得日本那套是挺精彩的 因為 裡面去了另一個世界的時候 我覺得真的很有感覺 說回到這個都市傳說 究竟是什麼一回事 首先是坐上電梯 然後去...我不知道 我只是催 去八樓 去六樓 或者去五樓 之後 你就會有一個女人 會拍你後面 你千萬不要回應她 她說什麼都不要回答她 要不然她就會撕爛你了 好像張紙一樣撕爛你 大家去理解一下 撕爛張紙和撕爛人 是怎樣的 那就自己去理解 撕爛人 那當然會死 所以你就不要回頭 或者不要回答她 什麼時候遠 就等電梯門自己關掉 這個女人就會離開 當你回去自己 即是去那層 例如在地下 進去 那你會最後 回到地下 開門 就會去到另一個空間 那空間是什麼呢 就說 類似地獄 去了一些異空間 總之 那個地方 就不是給人類生存的 那 現在人類生存的地方 可能去那裡 可能會有一個新的發展 新的方向 我不知道 這樣 那 繼續說回那部戲 那部戲 就是那群年輕人 去做一些Youtube節目 香港都有的 那 你能夠做到下去 都是因為有條大水喉射著你 你有些錢去生活的 那 餐吃餐清的錢 就很適合年輕人去做 外國就很多這些團體 香港就幾個 那 香港的小朋友是聰明一點 要賺到錢 能夠生活到 他才會做的 可能跟外國的人有些不同 外國的人可能覺得 我要有理想 去創業 所以就不太計較錢 香港人會有些不同 有些人就少一點 大部份都是要 生活到 起碼錢 要不然我做不到 是不是先 因為 香港是一個 守庭口庭的地方 那 不可以怪他們 也不可以 怪我們 這麼貪錢 因為 沒有錢 就沒有飯 那 這個團體 有一天 這條水喉就跟他說 你要在短期之外 拍一集 給我 不然 我會減少你的預算 或者可能 不做 斷了 糟糕 這班 年輕人 就馬上去找一個主題 當時 想不到 因為他們做了一些 靈異節目 很多地方都做過 突然 找一個新人 進來 給了一個建議 去做 電梯遊戲 去做 其實這是不是一個很新的 不是 其實都是一些 一組的人 不過 為什麼要這樣說呢 因為 這部電影 一開始已經說了一個 女生 玩自拍 做一些 直播之類的事情 她那部電梯 進到電梯就收到 然後跟網友聊天 即是會即時 出事 這部電影 成立了一個 靈異的 靈探 焦點 地方 她就覺得 值得去 那整班人聽了 就覺得 好啦 去啦 因為 要馬上拍 就不要想太多 用器材 去那部電影 當然 拍的時候 會有些事情 不會即時死 大家放心 這部電影 畢竟是一些 不恐怖片的入門級 其實死的時候 都不是太恐怖 所以建議大家 如果真的 很無聊 或者很想看 一些 突然想看恐怖片 這部電影 就適合你了 那 整部電影 就是講 一班 這班 靈探人 就在 怎樣 誤闖進 這個 靈異世界 跟著 他們 在現實世界 又會遇到 一些 之後的 詛咒 最後這部電影 其實 新人 這個男生 其實有些 目的 裡面 又會有人性的 渣男 這樣 這部電影 我會在這部電影 推介給大家 因為之前 我已經錄過一次 說了半個蟲 因為機器 故障 或者有些 特別的 令到聲音 沒有 所以我不想再說 那麼多 不過 我仍然覺得這部電影 是需要介紹給大家 因為這部電影 悶了很久 都沒有好戲 真的 不相信 Netflix 這陣子 就算加了一些新的電影 還是很舊的電影 我會不定期介紹一些 我認為是好看的電影 去介紹給大家 希望大家喜歡 希望我這二十多人 聽我的電影 是會 喜歡這部電影 多謝大家 收聽我這一堆廢話